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2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一起研究普京 據說普京就是不斷被俄羅斯人 批評了 說他 就是明明把那些沒有受過訓練的士兵 送上戰場 而事實上 詳細看回普京的所有 簡歷 你會發現 其實普京他自己本身 真的非常缺乏軍事經驗 雖然 普京對外包裝成為一個軍事強人 他也自己 是KGB出身 但是KGB 本身根本就不是 軍人 KGB 就是情報部 就是特工 換句話說 他是針對的 可能殺死的 是在 國內 給他們 秘密調查的人 跟真的 軍校畢業 上去戰場 在戰場上戰鬥的人 是並不相同 所以 其實詳細想想 普京這個人 就是一個沒有軍事經驗 而打算 就是要發動戰爭的人 跟我們這邊 亞太地區 這個人 也有些相似的地方 習近平 也絕對並不是軍人出身 也可能 正正 就是因為他們並不是軍人出身 往往 使得他們更加希望在軍事上 方面 是獲得所謂的成績 想證明給全世界知道 我不是在這方面出身 一樣 可以 取得成績 這件事 正在成為 就是普京 最不受歡迎的地方 所以 最近的消息報導 普京 前往前線的基地視察 特意 就是要 就是要練槍 正正就是因為 他就是被人攻擊他 就是根本不是當兵 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講講 無論是普京和習近平 這兩個根本不是軍人出身的人 正正使得整個世界 正在需要 就是加強軍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雖然我的聲音回復了很多 但是 始終都是病 所以 始終跟 平時的節目 還是有一點點差距 我也希望 可以快點回復100%的狀態 可能罵人也罵得大聲一點 現在始終 還是要回氣的有事 跟大家說說 俄羅斯 所以普京 絕對不是好像他包裝得那麼有型的 實際上 普京也是一個充滿缺陷的人 所以既然普京充滿缺陷 也可以 也可以 我們不是要叫大家做獨裁者 叫大家給自己信心 只要你有信心 慢慢去做 一定 可以做得好 一定可以做得好的普京 普京實際上 在 政治上面包裝 包裝得很強 大家還記得 他好像是打這個俄羅斯率膠 好像是打這個喪勃 實際上 在戰場上面 其實有多可會用格鬥技呢 大家看看俄烏戰爭也已經知道了 不要說是格鬥技了 就算給你刺刀 會拿來插人 的機會也極低 插自己人就有 你說要插到 對方的人 基本上也挺難的 所以 普京經常包裝自己是武術高手 其實也沒有用 到最後 就是一個包裝 我們也非常建議大家 如果 你沒有什麼 特別技能 很應該 把其中一項 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就是要強化 舉個例子 可能沒有東西厲害 但是打球更厲害 打籃球更厲害 或者跑步更厲害 又或者行山更厲害 又或者游泳更厲害 我們非常之建議 培養自信心的一個方法之一 就是把你 比較有興趣的那個強項 再把他增加 只要有其中一個項目 你特別地被人強的時候 很快就會建立到很強的自信心 這一節不是要說普京 練追擊槍嗎 普京就是要練追擊槍 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普京就是一定要在前線那裏 做一些他有信心做的事 他才 才能夠增加自己的信心 可能你叫他 去到前線基地 射火箭炮 他可能真的不會射 但是追擊槍 他很可能就是練過 所以 他 根據塔斯社報導 他視察這個俄羅斯的基地 叫做 梁讚州 好像中文名字 這是譯音來的 普京還特意 戴上護目鏡 戴上戰術耳機 繼續 在全世界面前 在鏡頭面前 展示自己懂得用這個追擊步槍 這個正正就是 一個人 要在 眾人面前 展示自己的自信心 尤其是他是領袖 尤其是現在在打一場戰爭 他會不會射那支追擊槍 根本對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戰爭的戰局是沒有幫助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畫面 會有用呢 首先第一 他自己就是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 不認識的人 就以為拿著追擊槍就是代表會打仗 當然 我們沒有 定義到底會用多少種武器才會打仗 但是可以很肯定的 普京絕對不是一個軍事強者 已經有太多的消息流出 告訴大家 普京根本從頭到尾 都不是軍人出身 實際上 俄羅斯有大量的 將領受過專業訓練的人 對 普京在指揮前線 相當之不滿 習近平的情況也是一樣 不過習近平比起普京更加弱 因為 習近平也不是格鬥高手 也不是KGB出身 他可能 就是去到前線 拿起武器 也不知道該怎麼用 換句話說 習近平比他更加弱勢 但是 習近平 不知從那裡來 這麼多自信 認為每一樣東西 都可以做到 習近平的自信 就不是來自我們剛才所說的東西 不是來自因為他熟悉某個事學 而是來自身邊 有一群 擦鞋子 有一群人圍著自己 每一樣東西跟你說 主席厲害 很厲害 那就麻醉了自己 大家不要小看 這個情況 並不是發生在獨裁者身上 實際上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這樣的情況 身邊 有一隊啦啦隊 對啦啦隊 只要你覺得他們不是 100% 是廢柴 是這個拆鞋子的話 你就會當作那些讚賞是真的讚賞 除非身邊這群人 真的令人覺得 廢到廢無可廢 如果不是 所謂圍個爐 有個圈 互相讚賞對方 好像建制派 權貴 你很聰明 又搞到599G 弄了個西伊 的免針子事件 他們圍著圍著圍著就會覺得 哎呀你真好聰明 他們的所謂自信就是這樣建立出來的 所以 我們這裏真是嘗試 抽空的現實 有時的現實 好像很客觀 有時的現實 也不是真的這麼客觀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這樣的 多人說的話 你就覺得那件事是事實 到最後 根本 不是真的那麼客觀 所以 這一節 一揭露就是獨裁者的信心 在哪裡來 第二方面 我們很多人 太過缺乏信心 應該給自己一些信心 獨裁者對自己的信心 也是來自一些不正常的地方 實際上 習近平和普京 絕對沒有他們想得自己那麼厲害 回到 我們未必有自己想得自己那麼弱小 接下來就是一個好例子 星期日 就是23日 我們早前已經說了 我們不會特別推介大家去哪個節目 即是遊行集會 因為我們並不是協辦單位 也並不是任何主辦單位 但是大家 隨心 只要你有空 有心去做 就去 但是不要叫我們推介去哪個 我們沒有一個活動是主辦和協辦 我們今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